為什麼要吃月餅? 因為上岸喜歡吃 中秋節會做什麼? 上月之類的 中秋節有什麼願望? 中秋節,一家人幸福福 傳說,因為月餅而來 因為… 好像在上岸,他上了月亮 他為了敬拜他上月餅 有一個叫上岸的女人 他做了仙女,然後飛上月球 中國的傳說,一個人叫上岸 吃了一粒藥丸,然後飛上天 中秋節的原因就是… 壞臉上岸 以前元朝的時候 很多中國人都被蒙古人統治了 那些人一定要用餅子 然後裡面放一張紙 不知道幾月多好呢 然後呢,去打打蒙古人 這樣一個 蛋糕 糖果那些 羊肚 好像是羊肚 傳統白蓮蓉 冰皮月餅 奶和月餅 應該要吃月餅的 因為上岸喜歡吃 太空人那些基地 剛剛砌上岸的那些 你有沒有聽過上岸 他在月亮上面 我不相信 因為他看的書 是上岸在月亮上面 但我都沒有看到上岸的影 問他可不可以下來 然後讓人知道 上岸的故事是真的 但現在應該死了 那麼多,那麼久 去外出開派對吃飯 玩冰龍 我四年級那些是看完了 在家裡留下 或者在海邊玩 螢光棒就很少 因為很浪費 請大家不要玩螢光棒 如果你玩螢光棒的話 那些塑膠就會直接落到地下 地球要用幾百年時間 才可以去消耗這些東西 中秋節快樂 人月亮團圓 中秋節快樂 人月亮圓圓 大家吃魚啤